华联市政参访团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 与姐妹市阿布奎基市交流互访 正逢一年一度世界规模最大的 阿布奎基市国际热气球节 而参访团走进会场 穿梭在数百颗热气球当中 近距离欣赏热气球升空的壮观景象 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阿布奎基市国际热气球节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热气球活动 这一年一度的观光盛会 已成为新墨西哥州最大城市的主要经济活动 除了每年10月初登场的热气球节 也有一座热气球博物馆 介绍阿布奎基热气球的发展历史文物设备 更有AR体验 让游客感受坐在热气球俯瞰地面的感觉 华联市公所参访团 清晨5点钟就抵达会场 无止境的人龙排队进场 会场中各小货车整齐的排列 上面放着热气球腾栏 还有加热气 而开幕式在演唱国歌之后 现场500多个加热气同步启动 发出怒吼声震撼了全场 还有清航机空中分裂式 为活动揭开序幕 参访团传说在会场中和热气球工作人员互动 每个参加的球都会制作一张小卡片 介绍他们热气球特点 在过程中也遇到曾经来台湾台东参加的热气球团队 彼此之间更有亲切感 逾其升起表示风向许可可以升球 看到每一组热气球团队动作迅速地开始作业 展开球皮加热吹风 球皮迅速膨胀 转眼间五颜六色热气球展现在眼前 一颗一颗的热气球接连升空 每一次升空都迎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数百颗热气球为蓝天装点色彩 壮观美丽的景象让人既兴奋又感动 今天感觉怎么样 很兴奋 很兴奋有看过这么多球吗 没有 这台动的有看过吗 没有 你都没有 第一次可以看到最厉害的 确实 我们到了热气球的发源地 Yeah I'm cooking I love it 感觉如何 Amazing Amazing 太阳起来了 Very funny Yeah 花莲市公所参访团不许此行 也期待借尽这一次独特的体验 能够融合花莲原住民客家闽南传统文化特色 来打造花莲市的新亮点 借旅会 阿不亏气报道